不過這個是第四 有人講說他的消息來源是檢調人員 第四 從來沒有過 以前都會講說我消息來源 媒體朋友 或者是有一些特定的關係 沒有人直接講 就是檢調人員 所以請問你檢調人員 你們今天該如何自處 沒有調了 檢 這個案子根本沒有調查 他寫了這條檢調的 事實上就是檢方 口口語上這樣講 如果是檢方的話 請問你是在斷送台灣的法制前途 斷送大家對於法院 跟臺北地檢署檢察官的信任 這個是無比嚴重的事 這等於是這位記者是指控說 我的消息來源就是檢查機構給我的 請問你 因為這個是機密保護法裡面 偵查不公開 這個機密 我舉個簡單的意思 因為王金平跟柯建民兩個人的監聽通話記錄 當時的檢查總長不是那般檢察官喔 拿去給這個馬英九看 最後法院怎麼判 黃世民檢查總長 兩年 兩年洩命 兩年洩命罪 還有呢 退休金全沒 你想想看 因為職務犯罪嘛 他不是其他的犯罪嘛 退休金全沒 那所以我們就質疑這件事情 怎麼有檢調人員 明明知道這個是這麼嚴重的犯罰 然後還提供了給他經營七年兩百百百百信任的管道 你告訴我 這問題能夠當作 沒這回事就過去嗎 很嚴重 非常嚴重的事 檢查總長都可以 因為只是給馬英九看就辦了 你何況 何況一般的地檢署 還是重大刑事案件 柯文哲這是重大刑事案件 所以你如果不好好在這個問題上 給大家一個很明白的交代 你以後 我們台灣的法治 就是個全世界最大的笑話 真的對於司法的信任 我覺得到此刻為止真的蕩然無存 那今天這位女記者的自行爆料 有沒有就是經營檢調這條線七年了 但其實在柯文哲這個案子上沒有錯 沒有調查局的角色就是北檢 然後現在他說一切配合檢方調查 今天網友討論超熱烈 你看網友怎麼寫 原來檢調跟特定媒體配合七年 黨國媒不分 大家檢舉起來 是給多少錢 人家願意給你爆料啊 通常都是利益交換啦 哪種利益就不好說 對不對 據經營了七年 請問一下檢方完全沒有法律常識嗎 還是說怎樣 我不知道有什麼樣特殊的關係 所以說會把這個寧可違法 都要把這些訊息透露給你 而且是很嚴重的違法 對 這個檢查人員 是會丟掉一輩子的這個生育 要坐牢 還要怎麼樣 還要取消他的什麼 他的退休金 對 你看這個問題有多嚴重 就以黃市民為例就這個樣子 對 每位記者我想線上都有些好朋友 但這些好朋友 有的時候會給你一些關鍵的訊息 但不至於冒著違法吧 不可以那種正在偵查中的案件 對嘛 如果你平常那些什麼他治案啊 這是真治案耶 他治案你當然可以隨便講講 那個老謝啊 郭正亮昨天我在拿一個酒吧看到他 所有他治案 那是OK啊 沒有問題啊 王毅川剛剛貼了 黑艙女葬神 什麼意思 這肯定他啊 我跟你講這個是 王毅川 這政治我沒有意見 這是綠營的桂冠 政治化去處理問題我沒有意見 但是司法必須保持 純粹的法律人 法律原則應該遵守的所有的標準 就像我們到醫院看病 我們不是要求醫院要照 所有的醫學標準嗎 你不能亂看啊 誤診啊對不對 我們現在可以期待我們的 法院跟檢察官誤診嗎 我是覺得這個不要把它 好像比圖利罪 好像比貪污罪 這個最嚴重 檢調人員刻意洩漏給特定媒體 而且說七年的信任關係 百分之兩百的信任 而且公開講就是檢調人員 請問你大家可以裝傻嗎 我寧願今天他說馬路消息 我寧願今天他說可能來自政黨的消息 立法院消息我都能接受 但他公開講出是檢調人員 這個事情就絕對不可以輕輕放下 這個犯刑法 這個行為 屬實的話 犯刑法132條 這一條是公務員洩漏或交付 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 因秘密之文書 圖畫消息或物品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這個犯了刑事罪 對你這個 而且對方已經等於說 所以他自己已經招了 他已經招了 是不是應該進行約談程序了 他已經公布這個事實了 約談搜索 你這個檢調機構 你還能就 所以他要搞個他治案 問題就是說 你有沒有認真地去 認真地去處理這個案子 這種案子 泄密在機關裡面是不難查的 因為他經手人有限 任何這種資料的話 如果涉密的話 他不會讓所有人知道的 我們以前在公務機構 我辦的案子我旁邊坐桌子旁邊 我都不會跟他談 因為如果機密洩漏 是我負責 因為他也不經手這個案子 所以這個泄密案是非常好查的 因為這個偵查不公開 這個是各國的通力 全世界有刑法法律的 都是偵查不公開的 這個我們成文法系統 是走日本走德國的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所以你看它裡面 你隨便一上網就查 洩漏這個 偵查不公開 如果去他把這些資料 洩漏的話 哪一些人 他有七種人要罰的 第一個 適用對象嘛對不對 檢查事務官 這個就不能跑 然後呢偵辦 本案相關的檢查人員 所以他這個是最正確鑿 這不是一般的案子 那洩漏給他的也不是一般的公務人員 就是檢方 檢方對於法條再熟悉不過了吧 我今天是檢查長的話 我要維護我這個檢查機關的這個 聲譽或者我的形象的話 一定主動一定要把這個案子查出來 給社會一個交代 你這個執法犯法 你這些人是執法人員 結果你執法犯法 我們連我們不是檢察官 我們都知道 不能夠洩漏 到現在分他之案 然後呢 那後面怎麼樣 現在就需要整個社會 大家起來監督啊 對不對 剛剛那個講到立法院的話 他就應該要追這個案子 因為現在已經有人 把這個事情爆料了 他這個就是跟社會講了 這條線 你看我的消息來源 我200%信賴程度 這條線我經營了 這條檢查的線 至少7年時間了 對不對 那這個人家都已經講得這麼明了 你今天 所以呢 就變成就 黃曼銘講得好 你能裝死嗎 檢調還能裝死嗎 可以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 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